作曲 字幕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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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嗨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GoPro的小观念 这个小观念就是画面比例 我们的GoPro呢 它有两种画面比例可以给你做选择 一个是4比3 一个是16比9 但是当我在说选择的时候呢 不是说 你有这样的设定值呢 可以给你做调整 而是说 你在选择解析度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 你是使用什么样的画面比例在做拍摄 OK 那我们先简单的开始讲一下4比3 4比3的画面比例呢 是呈现的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它会使用到整个GoPro的感光元件 因为GoPro的感光元件 也是有点接近一个4比3的比例 那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拍摄到更多更广泛的上下画面 那同时呢 也会捕捉到更多的影片资讯 GoPro的拍摄模式呢 的解析度呢 有哪些是4比3呢 有 1440p跟960p 那hero是黑色的玩家呢 又多了一个选择 叫做2.7K 4比3 再来呢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16比9 16比9的画面比例 它呈现的是一种长方形的形状 也因为这样子呢 它只有使用到GoPro的感光元件的 比较中间的部分 所以呢 它就捕捉到比较少一点上下的画面 那我们的GoPro当中呢 哪些解析度呢 是使用16比9呢 有 4K 2.7K 1080p 720p 还有WVGA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说哪一些画面比例呢 比较适合拍摄什么样的处境 当我们使用4比3的画面比例的拍摄解析度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适合拍摄一些POV 也就是低人称视角 所以不管我们是加装在人的身体上啊 或各种物体上面的时候呢 都会非常的推荐你使用4比3的画面比例 那如果你要使用16比9的画面比例呢 我们就比较适合拍摄一些側拍的东西 像是架装在我们的手持稳定器上啊 或者是架装在三角匠上面 就比较适合16比9的画面比例 那希望这样子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画面比例的这个小观念之后呢 大家之后在选择解析度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清楚要怎么操作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它一个赞 如果超级无敌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我做的各个教学影片 那我的左边呢 是我的上一支的教学影片 那我的右边呢 是我上上支的教学影片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意见啊 或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在留言区做留言 我也都尽快的去做回复 那今天差不多呢 就到这里 拜拜